在我们平时用苹果系统的时候 我们经常就说可能需要拷贝一些文件 到Windows的盘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如果是NTFS格式的 那么这个样子 是拷不过去的 是拷不过去的 那么如果说 有时候你想要拷过去的话 那么有方法 就是说你需要把这个NTFS格式 放成其他的文件格式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抹掉 然后选择分区格式 但是这个样子的话 会把你上面的所有的文件都会删除掉 你如果是一张这个上面没有任何文件的这个硬盘的话 是可以怎么干的 如果是有文件的 那我们就不这么做了 不这么做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命令行 打开我们的这个终端 然后的话 命令的话就是这几个 你可以就是选择复制 粘贴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 你需要输入你的这个登录密码 就开机的时候 开机密码 这个我就输好了 这个是想输的 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 好 那么然后再输入这一段 输入这一段命令 输入这一段命令 到这个界面之后输入这一段命令 然后你可以就是说先在这里就是把这个界面写好 像我这个就是这个 这样 如果是这种的话 像这种盘的话 你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说 像这种 就是这种的话 你在Windows上面看到的就是本地磁盘 本地磁盘也就是没有命名字 没有命名字的话 你要回到这个Windows状态下 就是说给他写一个名字 改一个名字 因为如果没有名字之后 他就不成功的 不成功的 然后我们就说人来对他就说把这个 好 这个样子啊 我们就填好 然后拷贝 然后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选择就直接粘贴就可以 如果你要多个硬盘的话 你就在这下面啊 就回车一下 然后在下面一行啊 直接接着 接着就是说写上啊 其他盘的这个名称啊 就可以了 然后到这里呢 就按一下这个Country加X啊 就是这个嘛 就是这个点下这个啊 你就按一下这个Country加X 好 他问你是不是 推出啊 好 你就这个选择 按下键盘上的Y啊 就是说是推出 就推出啊 yes 好 按下飞车 好 就出来了啊 就出来了 那么如果你是这个 就说USB的话 那么按这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就说推出 然后就直接就重新擦一下 这个U盘啊 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个像我这个直接就硬盘的话呢 那就只能等 待会重启了啊 好 然后我们可以就说信 先这个关了 然后就重启一下 先重启一下 我们重启回来的啊 我们就说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文件 这个执判啊 我们然后我们来试一下看能不能写入文件了啊 往里面一拖 然后可以写入文件了啊 这个样子就OK了 就可以写入文件 然后我们把它删掉啊 也可以啊 也没问题 好 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就可以了 啊 如果你还要就说创建一个 就说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啊 就说 你需要就说在这个这个桌面上啊 就创建一个这个盘的快捷方式了 那么也有这个命令啊 也可以通过这个命令来执行啊 就是这一段命令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就这个盘的名字啊 我们把它拷贝一下啊 复制啊 拷贝啊 然后把这个名字呢 要换掉啊 好 我们接继续打开我们的这个终端啊 打开这个终端 因为刚才用过 所以他在这个程序屋这里啊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地方啊 你就点开这个啊 启动台 然后 点开这个启动台啊 然后的话呢 那么点这个按钮里面啊 然后找到这个终端 我们来就是复制一下这一段命令啊 复制一下这段 对 然后这个样子就可以回车 然后同样要输入一下你的这个币码啊 开机密码 好 这个样子 这个快捷键方式就创建出来了啊 这样子就成功了啊 这样就成功了啊 我们一点就能打开这个名盘啊 打开这个字盘 好 那么这个就创建完了啊 重点呢 那么就是这个 你如果是就说显示都是这种啊 就是抢这个这个下面的这几个啊 这几个 这样子的话 你就需要就说把这个字盘的名字改一下啊 就改 就要就给就说给他命个名啊 给他命个名 如果你直接就说写这个这个名字的话 是不成功的啊 是不成功的 写这个是不成功的 因为我开始我也试过用过这个啊 这个不成功啊 就是不成功的 必须要给他命个名啊 必须要给他命个名字才行啊 好 这个样子的 反正嘛 就啊 就是读跟写的没问题了 读肯定是没问题的嘛 读的话你都不用的话 操作 你就都这个样子就直接拖出来就可以了 好 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说读跟写都可以了 就是读可写 读写都ok啦 好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教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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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